給我三分鐘 你也可以成為保險專家 歡迎來到法王的三分鐘保險教室 前一集的三分鐘保險教室 我們提到了保單現金價值 還有人壽保險的保險費 如果說分期的平準保費沒有繳的時候 保險契約是不是就沒效了 這集法王就來跟大家談一談 如果分期的保費沒有繳 保險契約還有沒有效 答案是還有效 但是保單的效力會暫時停止 什麼叫做暫時停止 就像暫時停止呼吸一樣 呼吸會恢復 如果一段時間呼吸沒有恢復 人就會永遠的失去生命 保單也是一樣 保單效力暫時停止 可以申請恢復它的效力 如果沒有申請恢復效力 保單就會永久失效 那麼 什麼樣的情形 保單效力會停止呢 通常如果分期的保費到期還沒有繳 保險公司會發一個催繳通知 在催繳通知到達腰保人之後 腰保人有30天的時間 可以去補繳保費 這30天的期間 叫做寬限期間 在寬限期間 保險契約是繼續有效的 如果腰保人在寬限期間補繳了保費 保險契約 持續的有效 效力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 但 寬限期間一旦經過 腰保人還沒有繳保費 保險契約就會從寬限期間的隔天開始 停止它的效力 那麼 保險契約要如何的來申請恢復效力呢 防分三個情形 來跟大家說明 第一個情形 如果 保險契約效力停止之後 六個月之內 申請恢復效力 這個時候 腰保人只要 補繳保險費和相關的費用之後 隔天 保險契約就會自動的恢復效力 第二個情形 如果 保險契約效力停止 超過六個月以上 保險公司會要求 被保險人提出 可保證明 也就是證明 被保險人的身體狀況 沒有惡化到保險公司 會聚保的狀態 這時保險公司會準許 讓保險契約效力回復 第三種情形 如果保險契約的效力停止 超過 兩年以上 保險契約就會 永久的失效 也就是說 保險契約會 終止 就像 暫時停止呼吸 呼吸都沒有恢復 會失去生命一樣 這樣子相信 大家都了解了 3分鐘保險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